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市公諒 我是林子棠,這個人是阿努陀迪卡 阿努,你好 多多提大家,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有一個代理204-656,問一下我們專家意見 有出問題電郵,去到ASK的Bashchannel.com 或是WhatsApp到957-1428 給我們Facebook上有準直播 大家開報告和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讓大家看看最新走勢 恆指25277點,彈分317點 國企指數升94點,最新增分8943點 大市成交1169億多 今早市負責大家,但之後又爆上去 現在站在25002樓上 放完假期和打完風之後 似乎成交又配合到 市有個升勢亦都在 不少股份呢 亦都做好一點點 後市有沒有樂觀一點點? 其實無論港股也好 內地股市也好 甚至甚至美股也好 放假這段期間 見到很大的分別 環球股市的氣氛真的好一點 但是你當氣氛好一點的時候 永遠就是想一件事 為甚麼氣氛好一點 有甚麼出現一個分別在那裡 因為美股向來比較難觸摸 透明度相對比較低 你如果看股份表現上 我又不是見到太多精神 但如果你說在美股上面 你見到市場對於滯脹的憂慮 就在舒緩著 你要記住是舒緩著 所謂的舒緩著 意味著甚麼 之前最憂慮的一件事 就未必會發生 但是如果你說憂慮的事未發生 但你短時間仍然會見到你的風險在 譬如說商品價格 仍然是繼續升上去 還要升得很厲害 那你說那個憂慮降溫 就是大家開始在想 就是捱過了高峰期之後 就是過完 譬如冬天 用煤、用油 用傳統能源的高峰期上面 大家估計價會跌下去 所以我們本來很怕 就是市場會開始做調整 調整我們說最大的風險 就是那些供應鏈問題 那些滯脹問題 短線未必會 但是因為我們只是憂慮著 風險降溫的事情 去到譬如下年 過了高峰期 那些價格都是不跌下去的時候 其實有機會再跌過 所以短線我想市 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我們看就是 有條件形成一些技術反彈 特別說之前怕過農的相關股份 譬如港股除了滯脹問題之外 還有一些就是限電限產 帶來那些負面影響 其實在星期一開始 自從內地公佈了電價的 正體走勢上面 已經分了兩批 有一批就是 是說真的高耗能的 比較弱勢 有些真的不關像車股那些 純粹擔心客人 或者更加強很多 但是今天其實看到 甚至高耗能那一堆 跌勢都隨著市升上去 都寸停泛一點 所以暫時指數上面 我想看上去 50天線的阻力 看看是否突破到 暫時看50天線 2500到2500這些位置 站在2500樓上 薄它突破 破到的時候 看大陸是接近26001 26002 這些蟹貨區的高位做食物位 但是你說行過升浪 我真的都未至於保證 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只是衝勁著 這些滯脹問題 略為舒緩 但如果那個物價 還是這樣閉嘴地衝上去 你未必真的 長期有個升浪在 只是債升科技股等等 所以短線來說 留意整體市負面數 是難玩的 保證告訴你 這段時間賺錢不容易 但是現在至少市場 氣氛好一點的情況下 你做部署 整體依然都會舒服過之前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 市況不差 今天大市的成交 今晚始終都說 有個改善情況在 但是都要小心一點 見步行步 好 又回答問題 現在升二百多點的時候 有些人問一下 有沒有些事情是要放棄的 例如13號 黃黃醫藥 今天市場這樣升 都未有動力 移動上去 還有2020 安踏 以及1919 這些行運股 這三個要不要放棄了 你先去哪裏 其實我不明白 這三保 你這三保 在哪裏來 可能是自己的 如果保證裡面有 老實說 黃黃這些 我向來都覺得是半身股 就是我們見到經常性 就是半身股炒上來之後 然後又說 是威是小 我們很忌諱這些 它現在創上市身低的時候 不要股底 你肯放棄當然是好事 至於2020 2020就很尷尬 你在這些位置 就可以投降 的確沒錯 現在市場上面 最主要是 供應鏈的問題 所以你說這些首當其衝 公股又反映了 你如果這些位置放棄 你會有個情況 自己完舌 可能那些東西沒有那麼壞 好像跟市場一樣 你很擔心之前滯脹的問題 全部掉下去 所以你說安踏這些 我只能夠說 你這些位置 之前要走就走了 不走這些位置 不斷地移回近期的低位 來做止舌 今天安踏最低 見過多少 好像大約是115元 這些位置 沒有115元那麼多 你大約115元就止舌 你那時候還拿著 那沒辦法 掉了那麼多下來 你說這些位置走去故意止舌 你問過基本面上 是有風險的 跌得多 你這些位置止舌 可能你又反彈上去 當然如果你在這個情況上 有很多其他東西想買 你又沒有錢 沽了這些買其他東西 可能更好 如果純粹一隻股份這樣算 安踏這些 說真的轉差了很久 150元穿來不止舌 你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只能不斷地移回近期的低位 來做止舌 所以你安踏這一刻 115元 穿了就走 不穿了 我覺得有機會等技術反彈 航運股的道理其實是一樣的 基本面上 其實你講第四季的分別就是這樣 這是第三季開始轉差 但是第四季 其實現在看到 暫時開局以來 都是有一些這樣的狀況 是 航運股我們很看好的 但問題不是近期才去看好 你如果那人拿了很久 這些位置我會覺得收買下去 但問題是你近期才高位走 又是了 你13元又不走 11元又不走 這些位置走不走 難搞站不到10元這些位置 我想你小心點 我想都要想 這個特別你講 在跌勢這麼凶狠的情況下 安全起見就應該要走 但你問我基本面上真的沒有問題 那問題是怎樣 就是你買的時間是怎樣 如果短線看市場沽得很厲害 我想短期來說要先避一避 的確是 嗯嗯嗯嗯 但是2343又不是很差 如果拿到2343 其實過世都是差 整個版塊真的差 我們說今天看版塊 整個版塊這樣看 2343其實今天的圖都是差的 如果你說又是一些 我們說 見得穿頭破腳 你走 沒有死的 你出現得穿頭破腳 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看好這些股份 但問題是 你想想出業績那段時間 7月底 出業績上來都是這些起步點 那個問題就是 你去到這些高位才去買 沒有辦法的 那你要選擇hold 沒有問題的 可能你進行一個dbv 至三元或者兩個多的水平 然後再衝上去 你看BDI 或者說太平洋航運那些 少林變形船那些指數上面 是很厲害的 但是這些東西 什麼時候才兌現 可能下年 大約說年頭那段時間 營起了 出業績了 才開始去反映 那你短線就要坐dbv 所以我覺得你說有貨的 那些你肯走 好事來的 但是你說板塊上面我還看好 所以你做中線還是短線 短線一定走的 中長線的話 我覺得這些位置就要局售 擺明是會跌的 但是問題是 你有哪裡會走上去 沒有當然不買住 沒有當然不買住 你風頭火勢 現在市場上面多了這麼多選擇 為什麼要買一塊一塊 我們覺得你寧願 假設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經常不理市場 只是純粹看它升跌 一個簡單一點的策略 就是不斷地追升的股份 你不要去追一些 我們升到火紅火熱 開始散水了 簡單一點 最一個典型近期的角度 上面就是冬鱷 你這些時間去接 我很難救你的 但是短線可能現在出現 技術反彈 你有興趣的 就做好一些止攝位 去試 但是問題是 你都起碼先讓它彈一層 但是你這樣好像一塊一塊 你今天整支大陰燭 你這樣強行盲目 我們經常說不要鼓底 就是這些 所以沒有的 你慶幸自己沒有 你問我 2343 很少的 很少你可以拿著它 但是 你問我不如先走了 再找機會買過 我覺得沒有問題 我覺得今年 你長期維持一個大人息 所以2343 我看好的 我會有個說法 就是你可以選擇點 但是也先走了 先找低位 或者再後機會去買過 我覺得 以目前的市場 短線部署這些真的不適合 這些比較適合做中長線部署 中長線部署怎樣部署 要不就是慢慢分住收窄 要不就是在說 很早前買 你暫時先放在一邊 我有大量的問題 但是你近期才去買那些 很難做中線部署的 你可能在說那些東西 真的慢慢轉差 我們經常說股份 永遠都是在說高位跌很多落力 才開始見到一些負面因素出來 騰訊 你說之前很多相關的股份 都一樣是這樣 所以沒得猜的 短線來說 航運股 整個板塊都是差的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市場 我們之前說的 市場最近害怕什麼 滯漲 何謂滯漲 就是通脹壓力很高 但是經濟需求約 在經濟需求約的情況 航運股怎麼會OK 所以你2343這些短線 就是筆記後望 那些人們的股份 需要紫洩了才願意走 才好一點 我覺得你肯走 再找機會買回來 你是要拿著死茶瘋 我覺得也可以 但是 戀設難捱的 不可以問怎麼辦 還有說你遇到死茶瘋 面對著風險 穿三元 可能那時真的要想紫洩 那個風險承受的能力 我不知道大家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 如果你是說真的很擔心的 我覺得維持彈性 這一刻先避開 起碼輸小蕩贏 好 還有人問一些煤股 怎樣處理好呢 我就當贏了 煤股放完價回來又看到跌很多 我們打爆風球星期三 是星期三那個時間 A股很多煤股跌停的 我就覺得很幸運 我推薦神話跌得相對沒有那麼多 就是1898 每天七天都算跌得相對多 特別是1898 你看見中媒能源的圖 不方不開位 這些位置止洩又不批 手也不批 但如果你買了1088 我覺得暫時來說 我不是太過擔心 我覺得可以搜到出業績 如果短線真的很害怕 我們也講過 那天推那段時間 以這支大陰竹的底部 17.4就是一個短線止洩位 甚至你這樣有一定的升風險承受能力 就像是一股推介 16.5 16個部不穿的話 我覺得可以收 我相信市場現在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 正如剛才所說 過了冬天之後 價錢就會回落 股價不會在股價 真的見頂回落的時候才行 我們講過很多次 但市場現在是一個憂慮 最終是否這樣走 你真是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如果在分散投資的主題上面 短線 只講這個星期 煤炭股是炮輸大股的 那些辦法 但是沒有壞的 你拿著 因為問題在分散投資上面 你什麼都會有跌 煤炭股我不會看得太過負面 但是老實講 那句 在Pick Up上面的確說 如果短線部署來講 未必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覺得如果你看短線部署 現在17.4做止洩位 其實繼續拿來 我覺得 其實在派息上面 全年業績上面沒有問題 你拿到下年等業績 都沒有問題 但短線的波幅一定是錯的 所以分清楚自己想拿來做什麼 拿來收息真的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短線走勢 情況不樂觀 我覺得最重要的支持位 就是16.5的水平 好 另外有人問內銀 KT3968隻招行 17.93衝進去 現在有錢賺 去哪個位 我會覺得等低下67-68 這些位置食戶 我覺得你是內銀股 駁它破頂 譬如招生銀行的土位 現在的確上升動力不差 技術上面形 走到一個類似小箱頂 小箱底格局 但你梁頸線位 其實都是走多4元 可能66-67元 這些位置 所以看看你真的做什麼 如果近期才買 你本來想到是做一些短線 以目前整個銀行板塊 的 momentum 的確是不差 看到66-67元 最貪心68 真的沒有問題 甚至你說這些位置 可能中長線炸著 有一定的轉機在 但問題就是 就是用一個風險因素 始終內房的風險因素 又不能夠完全發市 招商銀行 所以你講的 一個再審慎一點的 就是以分頂線的位置 62元做個指贈 不出60元不斷向上看 但如果你說找食戶位 我覺得可能67-68 這些位置也要考慮食戶 好 62元指贈 67-68 希望KT可以賺多些 另外她說走了一隻 857元 多少錢 上回車好 但今天我有聽過 有一個論調 就是說 都是沒有買油的正股 買一些ETF 即是跟油價的ETF 因為現在油價 OK 但是883元好像不太跟 跟油價的ETF 又去到另外一個問題 買什麼ETF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 港股上面只有兩款 3175和3097 兩個追蹤的東西 又完全不同 你短線的確說 油價是會衝上去的 但是買完油的ETF 始終涉及一個問題 3097的成價比較爽 3175負油價 才有這麼壞的例子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很難搞的 我不覺得油股有什麼問題 其實短線的部署 只不過是不會跟足油價 可能你說未來的走勢 沒有那麼明朗 但是那個問題是油價 你現在說全世界 是很多人都說 報油會上到90元 我相信機會都很大 所以如果你做ETF 很簡單 你看著油價 你這位置買 報油做80元做紫舌 接著看90元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買哪一隻ETF 你對發紅商有什麼 整體看法上面 這個我不給太多意見 你喜歡你去吹 之後就去追 接著策略就是看著報油 但是在油股上面 我覺得其實論補值能源股 我們都說煤股油股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在857 你就下車幾千去買 20天線那些位置 我覺得有興趣的 今天你都差不多穿過10天線 你看到好像都跌不下 如果這樣收市 還可以找到4元樓上 不排除繼續走 所以我覺得 857其實很難找下車位 你下車我們經常都說 這些強勢股 下車容易上車 永遠都是這樣 你說幾千才上好 看看今天收市了 如果連14元都收得住 10天線這樣就失而復得的話 強勢肚 可能再衝上去 你就要買的了 你看報油都好像跌不下 所以你說857 我就不太主張 你如果近期主張下車 我們都說是4元做止賺 但問題他又收得上4元樓上 我覺得可能需要買回來 好 阿奴講完策略了 另外909 28元買 這個是我們今個禮拜講的 其中一隻選的股份 今天就很波動 其實明緣雲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市場主要今早真的害怕 這隻股份有個不好處 就是香港人交頭上去 都比較有疏 我見到每天的波動性都很大 而今早早你見到很多內房股 我們講這個人的賣點 就是內房加科技 你內房股 今早其實見到都很滑 譬如我們拿幾隻大的 華潤置地 688 全部走勢上 都是出一支很長的下影 所以909 其實你也有少少跟內房的因素 因為問題市場在怕 恒大那些商務債務問題 去到20多號 開始會不會違約 但如果你說明緣雲都受得住的話 其實按道理 我們說安全起見 27元就應該只虧了 你都沒有做到的話 我覺得就被你守勿 但是吸取它的教訓 當你很險的 這次受得住 下次再穿10天線走 就很危險的 所以我覺得令明緣雲還挺好的 但是短線 我們講的分散投資的重要性 就是有時候賣股份 未必是百發百種 譬如之前說煤炭股 或者明緣雲這些壞了 但是我們說一些車 今個星期一股上面 分散投資 有些車股 銀行股 有些就會升上 所以在這個市場 我講的是難賺錢 一定是靠分散投資 去發展風險 但如果你集中明緣雲這樣說 如果今天收市收得到27元樓上 這些位置都還可以 你都還可以握住 但如果真的以收市加計 穿27元的話 可能要理性地指示你出 特別說今天整支陰燭 如果是穿頭破腳 我們說一見穿頭破腳 繼續走 今年來說安全的這個策略 所以暫時來看今天收什麼位 收市收得住 可能27.3樓上 不是穿頭破腳的話 都還可以耗住 好 另外有人問一些青果 中央人民489 他說八個半有貨的東風 有沒有機會回回家鄉呢 這一轉 這一轉又有點難 其實你說車股 我覺得以東風位 去到百元的那些位置 我覺得可能考慮間房 因為現在市場上 對很多東西憧憬 類似之前過分憂慮 覺得有機會好轉 車股為什麼升那麼多 放假那段時間 純粹就是內地工信部 說那些汽車半導態供應 有機會改善 舒緩 只是說字 是否真的這樣做 真是不知道 所以短線來說 你是駁它多彈一層才走 但是你說 八個半開到現在 起碼等八元 去到八元才想走 不走 輸消蕩 當然你看到八元那段時間 什麼形式這樣上 如果明天 星期一回來 一枝大洋燭 沖上八元 可能有些事情我看錯 所以見過行薄 這一刻車股有貨的 就拿著 不用翻著 但是東風應該向來都不是首選 你還問我 八個半 又不是說完全無可能 如果回A上面 突然間有什麼新衝警出來 那就有機會 但是不容易 其實你看到近期有很多回A太Q 在事件上面 所以東風我覺得就搜 你有貨 反正都開了這麼久 繼續開著 但是在我們打風那天 大陸還出了另外一個數據 就是說新能源車都賣得不錯 一至九 其實新能源車整個2021年 即未來幾年 你不會想像到 新能源車會有一個滯銷狀況 每個月賣得那幾千 即每間企業上面賣得那幾千部 那你全國內地的 新能源汽車銷售佔比 1%那麼少 怎麼會差呢 機數那麼低 但是問題就是面對著 之前近期怕是怕什麼 怕限電限產 怕芯片方 特別是限電限產這個因素 所以為什麼短線的反彈力度那麼強 就是現在市況覺得 有些部分怕過龍限電限產 所以就有個反彈 車股吃著這個反彈力度 先看過一陣 吉利那些 我都覺得可以看回25至26元 這些位置 但是要回到第三季的高位 暫時又不去到這麼久 4X是否還不行 我想普通造車的公司 會比4X 一樣會升 你衝勁在芯片方 情況很轉的情況下 4X股都一樣可以升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一刻薄 就薄車股好一點 好 941說了回A 很久 941 不是 很多話說回A 941應該相對比較安全 不過問題是 941回A 打折震後會 726 728都整個例子 回A又怎樣 最後A股都炒不起 但問題是 短線的資金是最近電信股 你看941也好 728也好 所以想清楚 你買東西是純粹是衝勁回A 還是衝勁的基本因素 如果你衝勁回A 捉你好運 我覺得 是難炒的回A 你看好像聯想一樣 死得很冤枉 但是你講941這些 有貨就繼續炸主 短線的小車都可以 剛才我們講到那些車的 不如先問一下1772 那些車的看法都是擔心限列限產 擔心貨籠 所以現在有個反彈 1772會不會是今天彈 都是因為這些原因 都是大同小異 但是問題就是 共鋒在整個板塊上面 都是比較弱勢一點 是的 原因其實我們看到 特別踏入第四季 或者9月份開始 或者今年最後的3分1個月 3分1的時間 你又見到 特別是今年升了很多 強勢的股份開始回 所以有時候 又不需要強勁找一些原因 它升得多 就自然有個獲利調整 但問題就是 什麼位置去買 你說如果原130元 我們之前說 130元都出不了 一定要自洩 如果你真的自洩 沒有辦法 你起碼都等它回一點 上去 可能擺脫 上去10天20天才去罪犯 但是你又看今天 整個車股板塊 或者股價走在上面 的確是不差 有貨一定繼續拿著 一個問題 供奉這些基本因素 真的是一直看好 只不過人家升了很多 有個調整空間 那個道理 好像我們那些 新能源股 大堂新能源一樣 今天整個新能源股 都是面對著這些問題 好像回升 但你追又不是 不追又什麼 所以你唯一要買 就是分駐級 你至少有貨在手 現在上去 下你又可以溝火 上去你 你至少有些東西拿在手 所以短線來說 供奉這些有貨 就繼續拿著 沒有貨反而是比較煩惱的 我覺得未必 我寧願賣斜固 暫時你講 那你就追回比亞迪的相關股份 好 還有2689 有人想問 就是若名 269 269 是嗎 2689 若名 269就是若名生物 2689就是狗子 應該是兩個問題 你問問阿Keyman 會不會穿100元 我會問為何不會呢 為何你這麼肯定 它一定是守得住100元 這些水平 因為股就擺明強勢 但問題就是 假設真的會穿100元 我覺得現在你做部署上面 首先想自己是否有貨 買那段時間的出發點是甚麼 如果你純粹是購買它一個很強大的利好因素 因為有很多訂單 或者你購買疫苗上 真的沒有太大的影響 我就有保留的 我覺得其實特別自從密砂廠的口服藥出來之後 擺明是差的了 那個圖表都告訴你 市場覺得不對勁 你沒有理由覺得100元一定受得住 有貨的 的確是100元做個紫舌位 不要想穿不穿 想值不值得拿住 我覺得這樣去 在做部署上面 你會舒服些 短線若明生物的走勢一定是弱的了 所以你變相地是要想 如果你有貨的話 那100元穿了 紫舌你上不上 你風險承受能力高低的 你覺得120元拿到100元很痛的 那就避開它 等它真的擺脫了弱勢才想去買 至於衡量的基本因素上 沒有的基本因素就轉無事 道理好像共鋒那些 人家升了那麼多 現在開始有個調整勢頭在那 你起碼先擺脫了 因為其實沒有人寫包單 就是在說未來內地的政策 會不會影響到它 其實整個醫藥版法 本來我都沒有什麼興趣的 所以你說2269這些 我覺得100元是比較重要的支持位置 去到這一刻 有貨的話想一下100元做止洩 你說不穿100元 隨時有機會彈回到 81、82這些位置給你走 但問題是怎樣 如果沒有貨的話 就不買這些東西 我想短線來說 盡量都不依蠻約股 你做部署對張 881不想 剛才都說中興的4S股 都不會買 881不含著 好 我們稍後再回答下面的問題 聽到家庭部的重電話 李小姐在電話旁邊 李小姐你好 你問到我了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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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2600 2600 我的狗有幾個 但我走了一半 很便宜 兩個人才走了 但有一半在 那裡 算得到什麼位 算不算得回 七個幾 或者多少 嗯 還有 第二 問那個 1929 那個去不去到八個幾 呢 18個幾 呢 18元以上呢 1929是吧 嗯 周大福 OK 好 可以得到18元 嗯嗯 好 今天去到18元 嗯 好啊 2600 最重要是2600 看什麼位置 嗯 好2600 可不可以上回七個幾 我想我短線只看六個幾 但我覺得你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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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要搞那麼多 近期他都是怕限電限產的因素 所以拖低股價 如果你在整體而言 鋁價的走勢上面 就強得不得了 你看回LME現在的鋁價上面 做差不多三千一百幾 完全歐必殺了所有預期 所以市場有些人看到百元九元 嗯 短線一定要時間 或者要等一些因素上面 就是消化一些限電限產的因素 其實沒有人知道的 究竟有多大的影響 會不會其實那些工廠上面 雖然限了一兩天 但是三四天上面 都仍然有一個很強勁的產能 第三季第四季的業績都還是很厲害 沒有人知道 那個道理就好像突然間 今天358那樣出現業績之後 它就配合同價上升 可能就會抽升上去 所以26年你拿了這麼久 當然要等盈氣先 第三季的業績都預算很厲害 所以這隻股份就不要煩惱 等什麼幾錢 看多少等等 在想是值不值得拿著 即是經常還是這樣 繼續拿著 無謂無端端又要低位置先 你之前都試過一次 無端端低位走了 你剩下一半貨 只要不是很多 這隻股份我覺得可以拿著 嗯 還有一九二九 18元應該沒有 其實都在破位也不用怕 但是你問題本地的消費股 究竟在炒什麼 會不會因為消費股 我真的不敢肯定 但是你這樣 周大福這些 其實營運數據 真的一點都不炒 這段時間 七八月份跌什麼 你想想 我們經常說跌了 要知道跌什麼 那時候大陸就很害怕 那些什麼共富 車廁品收稅 那些相關的風險欣賞到 你看看最終有沒有這些消息 出來才沒有 只有一個講字 所以股價就開始重複上去 都上回來了 你會不會看18元 假設我當天星期一回來 18.2元 你又走了 然後再上回去的時候 你便煩惱 所以我覺得你拿了很久 你的股份繼續拿著 我想一九二九是抵炸的 好 很快就回答了 2689 那策略應該怎麼做 沒有貨 沒有貨就不買這些 你說2689 其實我們經常說 上回10元 今天才第一步上來 你說在限跌限產上面 的確 可能它又是那些過份憂慮 有機會有得打 但是短線就真的未必留 要搏我又搏了 我又搏了 暫時我覺得 未知這麼快 所以要回頭去吃煮 始終講過很多次 公司出過業績 排息真的沽寒 我覺得暫時來說 除非真是未來一段時間 看到收到十元樓上很久的時間 開始有一個穩定勢頭 才想去搏 否則暫時來說 跌得多做過技術反彈 其實你的圖表上面 都在告訴你 是技術反彈的 你量度跌幅這樣算 當出業績這段時間 現在反彈0.382 都沒有 可能彈到這些位置再會 你在彈完之後又去追 無謂 我覺得暫時來說 紙股不是不看得好 但我不覺得特別吸引 這些位置就是最 我覺得 未來當它整固完 一段時間都收到十元樓上 才開始慢慢去搜集 三五八還是紙賺位 比他13.7元買了 三五八還是紙賺位 其實這些位置我會想吃糊 你問我其實同價 全世界都看見 下年有個供過於扣位狀況 價真的充得多少 我又保留 所以我覺得分家 先吃一半先 吃半留半 另外一半可能是13.5元做紙賺 不穿的話 那就等16-17元 我覺得起碼要先吃一半先 我會想 節目時間差不多 達175還是2333好些 長期還是值得來 基本因素一定是2333 不用想的 你看無論是汽車銷售數據 或者今年的業績上面 2333一定是好些 這個道理只是 你當拿著一隻股份 死渣難渣 你不斷地拿著 不管發生什麼事 永遠慢幾拍那段時間 這樣去 但如果你說短線部署上面 吉利始終是 今天才發力追落口 在領克的汽車銷售上面 或者短線 在市場憧憬 芯片的供應緊張 情況改善的情況下 吉利可能會升得比較快 所以如果你只想到 是短線食糊 大家都是看未來 下個星期打算等食糊 我會建議吉利的 你可能可以等到比較快 就是去到一五十天線 25.6 賺到一元左右 5% 但是你2333 如果你是短線部署的話 我覺得未必太多 可能34元左右 35元就一定要食糊 空間相對地沒有那麼大 而且可能會慢一點 分別的 我覺得分別真的不大 所以你說看你做短線還是中長線 中長線一定是長城好些 短線來說 吉利的直播率會高一點 很清晰 很清晰 安奧有沒有前後上述的股份 沒有 謝謝安奧的詳細分析 稍後回到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 謝謝 謝謝 未聞